好 说到今年已经45岁的古天乐 早已经到了当爸爸的年龄了 虽然说自己还没有结婚生子 可是一向走高冷耍酷路线 他在小朋友的面前却立刻露出了慈父的模样 作为酷帅型男的典型代表 这样的古天乐绝对是最为正确的打开方式 可是一到了小朋友的面前 他却瞬间变成了温柔大暖男漏 我自己很喜欢小朋友的 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拍电影的关系 拍广告 还有就是我的同学跟那个 家人的朋友也很多小朋友 过来的时候在家的时候会一起玩的 不出所料 一到采访环节 古天乐又立马切换回了高冷傲娇风 估计记者们简直分分钟想要变身小朋友 这样才能够拥有孤仔的温柔以待 可既然对小朋友喜欢到这种程度 不如自己也要一个呗 说来也是作为娱乐圈绯闻稀少的男明星 古天乐一直被视为恋情绝缘体 别说生孩子了 连恋爱都还没有谈呢 这前阵子好不容易和刚刚跟前男友 杨佑宁分手的郭采杰传出了一个绯闻 一位古仔终于脱单又忘了 可是却被郭采杰一句话就给无情的否认了 虽然孩子他妈还迟迟没有出现呢 不过作为未来孩子他爸 古天乐早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件事情了 并且连郁娃诀窍也已经妥妥地掌握好路 我希望未来的时候有机会 工作量也要那么多的时候 我慢慢去安排 我只是觉得跟小朋友的相处 最重要是多沟通 鱼的新天地香港采访的